吴贾云 你快点拿把客厅收拾一下 你按这碗就发好 难点是他们拿看着影响不好 好 我水果弄好久了 已经够漂亮的了 弄得那么浓重 哪都是贵客 带客厅还是要有了 不过什么打什么就好了 人家从事了解一下 模仿一下 现在就紧张了 他说回屋该的 他是不是更紧张了 我知道 我也想美美的上京 背心身家是啥 感觉好多人都在干了 嗨 你好 哈喽 我们睡的地方 拍视频跟住的地方都一样了 哦 对对 是我们家里 对对是我们家里 这个是我房间 我大个房间 这个是我弟弟房间 这边 是我们平时烧巴铁巴 这个是视频里面住进最多的场景 视频里面住进都在这里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是烧巴铁巴 黑铁铁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 让我查 不客气 不客气 那那那 没事 没事 对 这一点西瓜 很甜的西瓜 给你介绍 这个是我一个闺蜜雷家 好 上面是有一个奶奶家 他平时在我们视频里也出境 哦 那个奶奶家 对对 我看过的 对对对 上一家是罗美家 罗美家 后面对对 那看看我生活的地方 那里是我的家 你们看一下没有 这里是我田 还有那边也是我的田 还有茶双也在上面一田一田 你们看人家没有 你们可以看人家美不美 山好水好都是美的我感觉 那你刚来的时候是真的一句都不会讲吗 一直不会讲 一句都不会讲 对 对中国话一句都不会说 对中国话一句都不会说 非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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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学习快啊 嗯 差不多两三个月都能跟他交流 也能跟村里人交流 反正我不瞒他 我说我几岁 做什么工作的 家里什么情况 我都是输过 输过之后 都过了几天 我就是说 如果说感觉怎么样 如果是可以的话 我说你进来往一下 往一下我说来去漏肺 反正我说 如果你就是愿意跟我在一起 说也没事 如果不愿意 你回去漏肺我会给你 就是我说 在你去家具店 就砍帕拉之前 有没有想过说 我会嫁给一个中国人 没想过 完全没想过 完全没想过 对他们说的时候 他们 比如说这里这么多人 他们把我直接 当个女儿一样了 当女儿一样 我刚来那时候 他们有什么好吃啊 偷了什么东西啊 都会来给我吃 4月23号我们结婚了 我们放酒席 我家里还放了个小的酒席 我们这些亲戚朋友 来做了一下 就是大家乐乐一下 像我这段老师 我说我不求别的 我说只要有个家庭 就可以了 回家了 还是家里干干净净的 对不对 放了也是乐乐呵呵的嘛 这个是最谢止的嘛 我每天想的最多的是 我想我家过得好 我过得好 他们也能过得好 他们说 不管是什么 兄弟姐妹 你是家的这么远 在那边也没父母啊 不管是什么 还是学还是学 我们还是有情多年啊 你有什么时候 你可以打得给我们过呢 什么东西 我们能 今天也好 不管是帮不了你啊 那总的从内心来说 我是真的很感谢她 她这么远 能下得了这个决心 在这边呆 跟我在一起生华 跟我一起成立一个家庭 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这个是真的很谢谢她 那我们今天上午就到这里好不好 谢谢 谢谢 那我们我老公们那个带头也就说好了 我们都在这里说 随便吃一点吧 行行行 好好谢谢 谢谢 好客气 那你们动一下我先弄一下 吃饭了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太客气了 随便吃一点 随便吃一点 这么丰富 你还随便吃一点 这还随便啊 这个土豆自己种了 环柜自己种了 我很久没有吃到自己家种的菜了 已经 今天今天尝一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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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